说这个无人工厂 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就是针对中国现在制造业的现状提出来的 你看东莞当地 他提出机器换人这么一个战略 而且他给机器换人还补贴 一年拿出两个亿 哪工厂你要干这个事 机器换人你要钱不够 我给你补贴一部分 最高能补贴你总设备的15% 这可不少了 就政府等于白给你的钱 说为什么东莞政府要干这样的事呢 我想大家可能记得前些年 东莞政府曾经提出一个腾龙换鸟 像佛山的好多地方也搞 意思是原来咱们都是低端的制造业 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 我们由原来的制造大国 转向制造强国 就是说我们制造业本身的技术含量要提升 现在目标变成这个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强调机器人代替人工 搞一个机器换人的这么一个大战略 那么这是现实给逼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得继续发展制造业 可制造业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是腹背受敌 西方发达国家一些 人家这个工厂 你比方说美国和日本 这些国家在技术上比你有优势 而且人家在贸易上可以给你设立很多门槛 你不像我出口吗 贸易壁垒 反倾销 反什么的 补贴等等等等 所以咱跟他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而与此同时呢 还有很多这个低端制造业国家跟咱竞争 你像墨西哥 像印度 像越南 这都是因为他的劳动力成本 比咱还低 所以咱们现在腹背受敌 而且我们的制造业现在面临着呢 一方面呢 成本提升 就咱们的土地成本 人工成本都在提升 另一方面呢 还出现用工慌 没有那么多愿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人来 你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工厂 工人每年这工资 10% 20% 层层往上涨 这里为什么出现用工慌 因为大量的80后90后农民工 不愿意像50后60后70后 像自己的父辈那样 辛辛苦苦的 在一些艰苦的环境当中 出苦大力 这个流血流汗 不愿意这么 人家要求自己权利 要求工作环境的舒适 要求精神世界的享受 感觉在家做的那些 什么没什么发展 面朝黄土 废朝天那种感觉 不怕 不怕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不是说什么企业 我们都能建 我们只想找一个 适合我们自己的 符合我们自己发展 条件的企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低端制造业这一块 产业工人 足连的减少 招不上来 用工慌 而这个时候 来的这些工人呢 用工成本都比过去提升了 工资要求提升了 环境要求提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制造业 要想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那必须得降低 你原来的企业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为你的技术水准 还没有达到世界顶级点 你就得从 降低用工成本 提高生产率出发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源接流 那么怎么样才能降低用工成本呢 咱们说机器人 来代替工人 是个不错的办法